10月22号 广州新快报在头版登出了请放人三个大字 吸引了舆论的关注 事件起因是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为报道中联众科集团的财务问题 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 商业信誉跨省拘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早前对此事态表示 正在协调有关部门确保公正稳妥的处理此事 中国记协早前也表示 已经介入事件调查 已经与公安部联系 要求确保记者人身平安和依法公正的处理 新华社昨天刊发新闻报道 报道名为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刑事拘留 而央视昨天新闻当中也具体公开了此案的审理情况 今天新快报就陈永洲收钱发表事实报道 致歉 致歉声明称 经警方初步查明 本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 受人钱财 发表大量事实报道 严重违反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和新闻真实性原则 报社对稿件的审核把关不严 释发后 报纸采取了不当做法 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教训深刻 我们将以此为戒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 进一步加强采编人员和出版流程管理 严格要求采编人员在工作中尊重事实 遵守法律 遵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特此向社会各界致以深深的歉意 心快报社